各位大家好,這是工程師王舍離島 今天要介紹是如何改裝手機車充 大號兩項大家不知道功能 一是檢查電影,二是檢查發電機 也會說明如何解決手機裝在慢機裝播堡的常見問題 接下來會有幾個重點 首先會教學手機抽電座如何接線 接下來是電視眼開關的接線教學 完整的接線教學 以及如何利用這個充電器 快速檢查電筆及發電機的狀態 這個檢查方式有個用作器的產品 這是雙口具有2.1充電電流的充電器 首先我們要先進行測試 後面標示檢查電筆的負機 標示加的是接電筆的正極 我們實際機上手機進行測試 這時候會顯示它的充電電流 顯示2.0A表示可以進入快充 你可以查看你的手機規格 看你的最大充電電流是多少 車充著充電電流 買越大越好 那下次你換手機的時候 就不用更換車充 不然會不會再用來 就不用更換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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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行測試 進行測試 再加速水 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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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贴纸盐开关 打开时会带有蓝光 这次贴纸盐开关 今天我有一点复杂 所以待会我后面会一一解说 开关所复杂的操作 有时候它的配件颜色会不移植 所以我们要以开关上的符号为主 黑线是接负级 绿色是接正级输入 输出有蓝跟黄选择 蓝色是按下时输出 黄色是平时就会输出 当我按下开关时 打开关闭 红色是LED正级输入 当我们红蓝相接时表示按下时 同时让LED亮起 相接这两条红蓝线也作为电源输出 待会会接到车中的正级 接下来我们接电进行测试 这次我们设计是直接接电瓶 所以我们需要再加上一个保险丝 装车前我们大致说明一下 这个电瓶夹是接电瓶的部分 后面连接保险丝 这条蓝线是接电瓶的负极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侧充及开关的负极 同时接在一起 红性是正级输出 除了我们跟开关的绿线作为正级的输入 接在一起 接下来蓝色跟红色就作为我们的输出 使用车门尝的夁弓 我們將開關機電棉複機接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開始拆機車的外殼了 台風扇張開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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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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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糖 切成茄子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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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磚頭可以在無間行買到 可以裝不同的大小 在鑽烤的時候要分次鑽 免得鑽過頭 來一走 沸騰 鑽 沸騰 鑽 韓國的海陽 沸騰 鑽 屁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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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